太香了车行啊 南京百姓二手房车啊太香了 有人说十万块钱预算啊 或者九万块钱预算买什么车啊 交个朋友啊 这玩意行不行 2.5G柴油自动挡 超级深油啊 反正很好开 十多万块钱预算不大 长轴高顶的V80B系老车 车主其实挺爱惜的 这车我看行啊 主要是特别好开 中间还有个扶手冰箱 十多万块钱你能买到个什么呢 车长5780 车高是2700 车宽2030 上的蓝牌C本 C1、C1都可以开啊 蓝牌啊蓝牌 我们走进这里来看一看啊 这个车说配置还是有点啊 不大 400的锂电 400的太阳灯板 146升的清水墙 有个巨大的中门 很多朋友很讨厌洗手间 那么这台车来了啊 先说明一点啊 它不是一个货运板 这是一个客运板 没有开盲窗啊 而且它这个玻璃是可以打开的 包括后床后床的玻璃 都是可以打开的啊 中门有电动踏板 上方有遮阳棚啊 V80里面很少见的一个版本啊 6座对卡的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就是驾驶 如果需要特殊情况可以走到前面去 对卡座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拼成一张双人大床 桌板啊翻下去 桌椅拼成一张双人床 它的尺寸呢是1米1乘以1米9 这个头稍微高一点的朋友来说 非常友好啊 门口这里是一个柜子啊 下面是一个户外厨房 在车里面呢 车主就没有装厨房了啊 因为厨房它可能觉得油烟比较大 然后呢 它把洗手间这半辣墙啊 给去掉了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的啊 它把这半辣墙去掉 为什么呢 它会感觉到空间会大了许多啊 同样可以上厕所和洗澡 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帘子啊 把这个帘子拉开啊 围上一圈 然后这样站在里面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 可能是要帮你点肥皂什么东西吧 把它拎上去挂上 这个空间是很大 本来有个马桶啊 这边有个便携式马桶 哎 抽拉花洒在这里装啊 把这帘子一拉 洗澡 一样的啊 但是室内空间会发现大了许多 后面是它的卧室区啊 上方还必挂了一台空调 有柴油暖风机 有热水器 有空调啊 还有许多许多小东西 80里面开外推窗的不多见哦 啊 这台车就是啊 1米8乘以1米3的双人床啊 两个人睡觉轻轻松松 后面 哎 这镜子看出去啊 很有意境的感觉 虽然厕所没有墙啊 但是它下面为了防止你漏水啊 台阶做了一个十公分的一个处理 你只要把帘子拉啊 帘子拉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水没出来了 其实都是一些生活小妙招啊 这边有这么多柜 储物空间 80里面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床下面全是储物 上方有吊柜啊 哎 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到的后面去看一下 这样一个小空间 如果说非要在里面做法也是可以的啊 车主在上面配了一个电磁炉 户外的厨房 在这里啊 抽拉式的一个燃气灶 这边有个快速的一个水龙头接口吧 用水用电都在这里可以搞定 走到车厢的后部啊 加水的充电呢 都在这里啊 都可以搞定 2016年登记上牌的一台车 保存的还是可以的啊 家具颜色比较成就 适合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啊 再看一下它这个巨大无比的贯通式行李箱啊 有没有经验到老铁 这大啊 不要看大家 嘿嘿就这样啊 叫个朋友啊 十二万八千元 哎 再见